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期的厨房好物分享中介绍了我们家用的锅具 在这一期呢就介绍一下我们家用的刀具还有砧板 我的刀其实蛮多的 楼下还有一套是我看电视购物买的 但是那一套呢我就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了 所以今天就不让它出镜了 这边呢是我放在楼上的刀子 我今天就着重介绍几把我经常用的刀 先来介绍两把中式菜刀 第一把呢就是这个国货之光张小全的菜刀 这把刀呢历史非常悠久 从我出国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我 跟我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这把刀呢是蛮万能的 就是切根剁什么都可以 但是对我来说呢它的刀身呢稍微有一点分量 所以现在的食用率呢不是很高 只有在切有带骨头的肉的时候 我才会拿出来用 第二把呢就是这个十八子座 在一般的超市里面都有的卖的 我也是买了超久了 然后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蛮好用的它的刀刃呢是比较薄的 所以适合切片 刀饼握着很舒适 刀身也很轻 非常适合女生使用 除了这些中式的锄刀呢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日式的主锄刀 也就是所谓的多功能锄刀 适合切片切丁和切碎 不管是鱼肉还是蔬菜都适用 但是不适合去剁 先来介绍这个高端的 它是Global的八寸刀 中文名叫做巨粮制 它是日本手工制作 由最好的高硬度不锈钢一体成型 无死角不长污垢 防锈防腐蚀 Global的刀是根据东方人使用习惯设计的 刀把是鱼鳞状的 可以很好的防滑 这把刀非常的锋利 可以把食材切得非常的薄 我老公是非常非常爱用这把刀 但是它的有一点是我不太喜欢的 这个在我后面会讲到 我们是在Costco网站上打折的时候买的 当时买的时候是70加币 原价是100多加币 我去其他网站上看了一下 一般的价格就是在140到160加币左右 另外一把就是瑞士的维士8寸厨师刀 这个牌子有130多年的历史 100%是瑞士和德国制造的 性价比超级的高 它采用高合金补锈钢 刀面上还加入防潮抗粘的设计 让食材不粘附刀面 刀柄也是防滑防菌的设计 非常好握 完全不滑手 维士的刀是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 但是它的口碑非常的好 我们当时是在Amazon上面买的 打折的时候是38块加币买的 它原价是45块加币 这两把厨师刀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为师的这把厨师刀的刀柄是比较靠前的 我觉得这个好处对我这种手小力气小的女生来说比较友好 因为我会习惯手握的比较靠前 这样感觉比较容易使劲 Global的这把刀它的刀柄是比较靠后的 而且它是比较窄的 所以我在用的时候就会经常握到蛮前面 然后手指就会卡到刀柄上 就是你如果切东西切久了之后 手指其实蛮不舒服的 有的时候还会磨出水泡 所以相比较起来 我觉得为师的这把刀用起来更加舒适 但是为师的刀感觉需要更频繁地去打磨它 才能维持它的锋利 总结一下这两把刀的切割性都非常好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而且你握刀方式跟我差不多 那为师就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想要入一款高端美貌的刀 而且你又比较能够掌握这种比较浅的刀柄的话 据良知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边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带波纹的刀 这是我拿来切豆腐啊豆腐干啊之类比较软的食材的 有的时候也拿来切土豆啊胡萝卜啊黄瓜之类的蔬菜 这不仅仅是凹造型 而且能够让食材跟酱汁的接触面呢更大更好入味 这个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呢在一般的超市里面买的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款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可以用这种削皮刀来代替 它的前面呢也是一种波浪型的 所以你切的时候就是这样切下来就可以了 切豆腐什么的非常非常容易 接下来呢我就要介绍这一块在我的视频里面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块砧板 这个砧板的牌子呢是Drum Boots 网上有很多对比各种不同材质的砧板的文章和视频 总体来说都是比较推荐合成砧板和木质砧板的 合成砧板呢我没有用过 但是这款木质砧板我用过之后呢是非常的喜欢 它不像之前用过的竹砧板还有塑料砧板那么硬 砧板太硬了它就会损伤那个刀刃 特别是刃性不高的日本刀 说到这呢我就想起来我一个朋友 我周末刚在他们家就谈起砧板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是不太care就是这个砧板的硬度 他觉得伤刀刃就伤刀刃无所谓了 反正他们都是互相伤害 不是伤到刀刃呢就是伤到砧板 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但是呢我发现木头砧板呢是有一个好处 它比较软的话你切下来就特别的有切入感 感觉整个切菜的动作呢就会变得很流畅 你会非常enjoy就是很享受这个整个切菜的过程 还有我比较喜欢这个砧板呢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分量的 所以它可以跟台面紧密的结合 你在切东西的时候呢就不会打滑 这样也是比较安全的 它的两边呢是有这种hand grip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把它拿起来 它也可以双面食用 所以可以做到身熟分离 当然我最喜欢的呢还是它的颜值 这个砧板实在是太上向了 像我老公经常呢就是煎一个牛排啊 烤一只枕鸡啊 就会把它们放到砧板上面 然后一起端上桌 边切边吃非常的带感 在这里呢我也要帮这个木头砧板呢平反一下 一般呢我们就听到广告池经常说塑料砧板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说木头砧板它就容易滋生细菌 其实呢这是不对的 其实木头呢是天然抗菌的材质 早在1993年的时候 美国的威斯康大学就有研究表明 99%的细菌暴露在木头表面 三分钟以内呢就会死亡 所以木头的杀菌速度呢是比其他材质都要好的 我这块砧板呢是在Costco网站上面买的 当时买的时候呢它还送两瓶这个保养油 是140加币 我后来查了一下它好像现在没有在卖了 但是这个牌子的砧板呢非常的popular 在各大网站上面呢都有的卖 Amazon上面也有 木枝砧板的缺点呢就是 它需要定期的保养 我这块砧板其实是已经有点一点点裂了 就是有一点小缝这样子 不知道是我没有好好的保养呢 还是因为这边的天气太干燥了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保养呢 它的过程呢其实是比较长的 比较费时 像这种油 这边是它送了两瓶油 后来我们又买了一个这样子的 这就是更浓一点的cream状的 这种是oil状的 像这种油呢 它的使用说明上都是建议你均匀的涂到砧板上面 然后让它充分吸收过夜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再把油啊 然后cream啊擦掉 这样才算一个完整的一个保养的过程 所以在它做保养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砧板用 所以需要有一个替补的砧板 现在我们家的替补队员呢 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些塑料砧板 我现在其实在考虑要把塑料砧板呢 都要淘汰掉 然后想要买一个合成的砧板 如果你们有好的推荐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节目 请记得三连没有订阅的朋友 也请要订阅哦 谢谢拜拜